早晨,現在是12月9日早上9時16分 早點和大家參與局第一場賽事 首先和大家一起看看 接下來星期三的局組賽事 到時會跑九場,用私欄 首先和大家聊聊第一場 讓我先把東西按走 好了,好 首先說頭場賽事,部速比較偏快 這場一千米,喜斌騰,喜劍棋這些都會快 首先說一號碼這隻喜劍棋 上次都已經在五班 一落班已經入了位,跑第二 當時是十一倍的,輸給炸彈光天走掉了 他自己都跑贏喜斌騰,金剛獸那些 不差的,因為炸彈光天很適合 而且他有少許級數 這次是雷神肯在騎 上次是二檔,這次是七檔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他都是跟著馬走 他不用放的,他已經不夠快 但算下去,整組馬都好像見光 只有他一隻未見光 我覺得應該是膽來的 二號馬上生奇寶,跑來地好些 草地慢一點 千二號是一千 所以我在這組裡選不到他 勁飛勝,其實 這隻馬好像跑壞了 看到他貴內連續輸三場 都不肯追,前速都沒有了 剛剛說三個禮拜前才跑完 看不到他任何變數 我也是選不到他 這次是喜崩騰 他季初出那場 澳洲就打電話說 這隻馬要倒了 這隻馬來了 連續兩場都入了位 前那場 在前面賺回來 輸給隨我來 海洋王家美力 幸運大兄 不算厲害 但剛剛上一場 他明顯被炸彈光天和喜景奇彈掉了 他自己在前面走的 這隻馬最麻煩是健康了 氣管有問題 背部有問題 背部有問題 原來 只是在前面走走掉 大胃自馬 不會拿去做膽 耍當 看看會不會被馬頂 古狼威風 跑了七次 都沒有入位 而且下了五班之後 上場都沒有特別 在前面走 但關注力不夠 一千米不夠快 最多都是四龍彩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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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檔 看看能不能在裡面賺 佔信龍驅 也是一隻 跑十一次直 跑過一次匹馬 但上櫃的四班 起碼會入位 連續輸了四場馬 你看到佔信龍驅 今次繼續戴眼罩 今次跑回草地 看看他近況如何 我記得季內初出之前試襲 當時已經看到他 狀態不算頑皮 其實我覺得他 跑來地的能力 可能比草地好 但是 這座馬實又太弱了 而且他本身有四班 曾經入位的能力 我勉強放進去第四選 其實我在他做得好 還有那隻 古浪威風那邊選擇 我勉強放進去第四選 因為他有二檔 潘明輝有可能 因為知道快速做得好 他已經貼難自己順走 不排除捱到有一隻 蜂仔 這隻弱桑的仔 其實是四歲生馬 但感覺上 還未適應 不夠快 沒有速度 就是這樣 但我又是覺得 因為下線買Anneba 可能遲些跑來地會好些 但這些馬 可能很大機會 會是零Vin出局的馬 看看之後會不會有轉變 出奇寶 你看到 在這裏 來到香港跑16次都不行 完全不行 已經減了四分 我想 就算這次轉路程 轉場地都好 都應該難的 大家經常聽我說 減兩分的馬 不要選擇 但是 上一場 之後減兩分的馬 這些馬 減三四分 通常都不用想 轉路程都應該不得住 上山奇寶 敬飛勝 古浪威風 漸信龍驅 古浪威風 是否向前跑這個路程 不是嗎 漸信龍驅 上次是否跑這個路程 不是 跑泥地 所以這些 減兩分的規定 不應 但是這組始終 整組有12隻馬 只有兩隻馬 是常常步減分的 不能不選 也很明顯地 一定要選的馬 喜敬騎和喜斌騰 好了 鴻光盡區 這次用到潘頓 騎烈合作成功率很高 1000米 當然沒有12米 因為他不夠快 因為留著來追 跑了六次 跑得太多 太密 過去三秒跑了六次 狀態是正確的 但是體力 有少少下滑 只是潘頓 其實石哥 怎麼說 其實交得很準 鬥志好鮮明的情況之下 看看可不可以追入一隻 第三龍採脚 不會是用來做重心 幸運飛驅 不停地減分 明顯地不停地減分 但是跑不回上季水準 完全是前速沒有了 10月27日之後 試了課集和精算閃擊試 看看這課集 最後要開邊 慢時間 我不喜歡慢時間 要騎 當然輸給奧猶千里 美麗掌聲和精算閃擊是合理的 但是輸十幾個馬 還要騎 這些我暫時都不會選擇 我覺得這隻馬懷了 再減少了 先穿了三十分 看看會不會交出前速 我覺得這隻馬是沒有各自興趣的 眾善積福是蘇惟賢的馬 OAce Extreme 這隻就是自救生馬 又是未接近過的馬 完全未接近過 12月1日才跑完 跑泥地 然後轉去跑草地 我看不到他有任何提升能力 用我號男也好 我打算減一下分 還未適應 做得好 排他一檔幫幫忙 上次追下去也不多 121倍 今次因為有一個一檔 我想應該有30-40倍 看來他跑不回上季水準 不過現在的評分實在太低了 而且這隻馬肯跑的時候肯定五班會贏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肯跑 但這隻馬上巨牌上一檔時 都可以在前面走 一檔 希望出了集之後 可以貼到藍波洩位 因為我估計他應該會不夠 潛信龍驅快 我估計潛信龍驅應該會一出來 立即搶到藍波洩 然後他應該會守住在潛信龍驅後面 甚至什麼都好 不是潛信龍驅拍著做得好的 走到二碟位都可以 但是兩隻馬 潛信龍驅也是三四重踩腳 不浪費大家時間 因為頭場賽事我經常說 不要賭了 忍一下 其實賭什麼鬼 你不知道場地偏差 雖然施難 應該是理前置 但也不是一種心場次 好 看看我的心水提供 好 首先我會選一號馬 起見棋 長長哥的第二輪 算是蠻厲害的 這次對手更加差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出頭 起斌騰 就當難一點 但他還是自己放出來 他應該是最快的鐵 正常來說 所以希望他能夠 咳到過去 之後自己貼爛自己攪 自己攪 自己看可不可以捱到尾 但怎樣算都好 這些馬不是找位 這些馬是位置馬 拖腳 拖腳 很難的 同方進區 對手好差 情況之下 你只顧著選擇 真是顧著選擇的馬 看看他追多少 因為這隻馬真的好像 好像跑得太密了 沒有之前的瑞世上季 贏黎地的時候 我很大聲說 這隻馬黎地特別厲害 但現在過來縮程 我覺得比較敏 第四選 漸信龍驅 但是 這隻馬 純粹跑斑底 看看他可不可以一二檔 踩得好的時候 貼爛自己可以控制到補速 也好 有些前置賺 因為他的狀態肯定比做得好 其他馬 常山奇寶 食定飛勝 古狼威風 風仔 出奇寶 騰運飛驅 從善積福 全部都好像明顯地落去 但是 漸信龍驅 做得好這兩隻 減了兩分的馬 我覺得 就好像比古狼威風 好 當然古狼威風 是加王牌的 報名 但是 我覺得漸信龍驅 做得好 好像比古狼威風 第四五選 我的選擇 1號馬 喜敬騎 2號馬 喜斌騰 9號馬 雄方進驅 6號馬 漸信龍驅 即是兩隻喜 兩隻驅 多謝大家收聽 大家贏多些 拜拜